中共政局异象评声小异,刘青,中共近期异象评声在在显示必有大事已经发生,例如中共突然下令撤除习近平的挂像甚至由公安部门出面命令24小时内清除干净,并将结果写成报告,成递习近平登上中共头号权势之位,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头版,变成了习近平的宣传版大号标题,多篇报道。 没有一日间断禁期却频频出现突然消沉了中共央视新闻播放中,突然出现黑衣人并遞稿,指导而每日播报重头戏的习近平也时而出现一字不提了将习近平七年无聊的知青生活吹嘘为良家和大学问大恶性闹剧,也突然间销声匿迹,好似从未存在过,甚至开始宣传华国风。 当年认错,为个人崇拜等承担责任,刺在隐喻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景况。 这些迹象的任何一件出现,在中共尤其是习近平残酷控制,下独决非偶然而集中出现必有大事已经发生。 有一种声音在为习近平的反常现象,便解说圣死老毛文革的个人崇拜。 习近平并不知情,也不赞同,是下编稿的习近平最近发现下令停止。 这种苍白无力的一侧,没有丝毫说服力,与习近平的性格和掌权后的行径完全不符。 习近平的性格一向强势霸道,带着流氓气执掌中共投号大权后,更是肆无忌惮的强蛮。 从他颁布类似王朝大不敬,罪得不准妄议中央到他耍尽阴谋取相认,七线志强推独裁中身至没有一件不是肆意抢权和神话自己的。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完全由于他的打压受益和自我标榜才会出现。 这样一个乐死不疲,搞自我崇拜的拳棍说,他下令降温,个人崇拜,是能够让人相信的鬼话吗? 退一万步说,就是习近平迫于压力,想降温,也但无可能做得如此不顾脸面的狼狈。 因为近期的这些预想刻画出的就是一条夹着尾白败下阵的狗,对于强制要将自己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习近平,绝不会心甘情愿,让自己如此狼狈不堪。 另有一种说法在国内外舆论中,也是不禁而走,那就是习近平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被迫收敛,令人极度厌恶,毫无廉耻的疯狂个人崇拜,以及削减自骗自乐的厉害。 这说法无疑比习近平自己发现并指令降温更可信,因为大陆社会对习近平的不满已经相当强烈,而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上一再出现愚蠢错误。 尤其是自不量力的宣扬取代美国陷入美总统,川普激起的关税惩罚的经贸战,让大陆已现艰困的经济更是前景凶险必然触发早有的不满凝聚和有所表现与行动。 中共内部对习近平利用反腐走毛式独裁,还有明目张胆保护自家和政治团伙的贪腐,早有被得罪被危及的派系和各种势力暗流涌动。 而社会上对习近平独裁尤其是取消任期限制的不满在近期湖南,女子董姚琼泊墨席,像引发的各地下坊上,可以说是极为典型和突出的表现了不满的强烈程度。 这种形式,让不满习近平的政治势力可以有理由有借口采取手段打压习近平的疯狂,例如借口避免遭泼墨等损害形象事件,发生降低社会已经爆满的反习近平毛式独裁的情绪。 现实取消习近平全国铺天盖地的挂项雨露等,借口免于刺激并辐射减免美国贸易战的通道全面条件习近平大言严言的那些梦意,包括意图引领世界实则大洒币的一带一路。 高喊全面超越美国的所谓中共制造2025计划等所以说当下的许多异象之所以频频发生,很可能是中共反习政治势力以维护共党甚至习近平的名义,对习近平的政治形象和势力进行的有效打击压制。 而身陷困境的习近平即使对此不满,至少是目前除了隐忍时代难以出手过招了,虽然习近平的嫡系心腹如立战书等高喊,定于一尊护主心切,但是眼下已经难以改变反习势力的集结和打击。 不过习近平帮派是否就此衰弱一蹶不振,还是向毛泽东以文革的清风血雨重返绝对独裁,就要看反习与习派。 今后,如何抓住时机,痛下杀手了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相关报道,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流敌。 卢伟被以受贿罪正式起诉,正式日后成为正国籍的张德江当年一手成就了,高俊芳高新知识分子赤习近平触发管制危机贸战,引发政治地震流和出局,清华教授续章论需恢复,主席任期至党政部和市长免职党大于政。 习近平出访大洒避民众不满大陆施压江台改名,44家航空公司全屈服,民主沙龙,2018年7月22日评论0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同步广播库,证便传言满京城习近平出访,被低调美国政府接连点名习近平,事情不简单沉破空,裸与贸易战,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俄平中美贸易战, 北京以乱阵脚中共内讧,让我们保持冷静。 王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准备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会有第二次世纪耻辱吗? 流青贸战引发政治地震流和出局,从疫苗事件看共同底线江崎生,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编辑推荐,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流迪。 由于多国家世贸细的关系组建交组合、出局集的关系组建访引致力所提高预定的巨大门,